你好 欢迎收看1月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受风箱193县30K和38K去年受风灾侵袭导致边坡有土石流情形发生 影响到民众的行车安全 而今年花联县政府也动工进行改善设施 8号校委县长徐中贵 县议员林平阳 林政府还有受风箱长曾淑仪 特别前往现场会刊 今年度要进行施作改善用路人安全 花联县受风箱193县到30K和38K 长年受到风灾的侵袭 好以来年的时候 编撥的土石流就会滑落下来 并且造成路面的贪方 影响到用路人行的安全 花联县政府并且向中央争取经费 以示先议算配合 同时也获得花联县会权利的支持 通过这笔改善编撥计划经费 在8号上午 县议员徐中卫 县议员林平阳 林政府 收封县长曾淑仪也前往现场 和花联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与土木科等人来了解现况 并且说明未来施作的功法 向县议员徐中卫 县议员林平阳 林政府 收封县长曾淑仪进行说明 现在徐中卫表示 收封县193县道是唯一通往玉莓村 米站村 并且通往光复乡的三星村 可以说乡亲们重要的道路 每当台风好与大雨来临的时候 丰沛的雨水造成边波滑落下来 土石流情况发生 而马路全部延起来了 对这里生活居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方便 相当的危险 而这次花县政府建设处积极地进行规划预算也通过了 今年度就要开始进行施作 希望透过这次的会刊改善193县道的道路 让大家行事在这条路上能够平安回家 记得终于收藏到